這邊方便嗎? 啊!這邊太方便了 這邊10分鐘到Disneyland 本身這個City就有九九大華 對 北邊跟南邊都有H-mark 所以住在這邊我覺得就是講究一個便利性 好!那今天小禎要帶大家來看的這個社區呢 是Eddie跟我推薦的 Eddie你是住在Anaheim Hill 對 所以呈現這一塊其實你都蠻熟悉的 對對對 我幾乎每天在這附近逛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牌呢 它都是連排別墅的戶型 從兩房、三房、四房的都有 對 那其實有關注這一塊 像Anaheim這邊的觀眾呢 應該知道說這裡之前有一個叫做 Towns at Broadway的一個社區 這個上禮拜開盤的呢 其實就在這個社區不遠的地方 對 有幾個block 有點像是這一個社區 Towns at Broadway的一個extension 對 那邊之後會有差不多24戶 model都是一樣的 那今天也藉這個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有什麼樣的房型 在講房型之前 Eddie這邊方便嗎 這邊太方便了 大家都知道 這邊10分鐘到Disneyland 往北到Fullerton跟Boona Park 那邊有很多韓國餐廳 往南到Garden Grove Westminster 那邊有越南的超市 越南的各式餐廳 然後Anaheim本身這個市場就有九九大華 對 它就在Eucaly 在北邊跟南邊都有H-mark 所以住在這邊 我覺得就是講究一個便利式 對 沒錯 那我就像這種townhouse的戶型的話 特別適合剛出社會的這種年輕人 因為大家不喜歡整理後院 然後你在爾灣或者是南城縣 那邊的這種townhouse 都是百萬起跳的 對 沒錯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這個這邊的戶型呢 總共有四種不一樣的戶型 然後最小的它是 是兩房的 室內面積是1600尺 然後它的起價是819000 然後這邊 三房的戶型呢 它是1734尺 三房3.5位域 它的起價是864000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三號戶型跟四號戶型 它都是四個房間的戶型 三號戶型它的室內面積是1800尺 四房3.5位域 也是差不多80幾萬 然後它的四號戶型是 四房3.5位域 它的起價是919000 在這邊的好處就是 你沒有程序開發稅 這邊已經是一個發展 非常健全的一個城市了 這邊HOA一個月是377一個月 然後如果你是要買這個新的社區 Towns at Orange的話呢 明年的第三個quarter 就是2025年 差不多下半年的時候 才會蓋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之前的Towns at Broadway 已經賣到很後面了 但是還有這個一套 一號戶型 它的價位是83萬4 我覺得它這邊的兩房的戶型 它的格局也不錯 等一下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然後就帶你們去看這邊的 一號戶型 二號戶型 還有四號戶型 Let's go 好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社區的 一號戶型 它是兩個房間的戶型 但是它室內面積有到1600尺 雖然說它是三層樓的戶型 但是兩個房間1600尺 是非常非常夠用的 這個戶型我真的覺得 非常適合這個年輕人的Couple 你不論是情侶或是剛結婚的話 住這邊非常的合適 我們從一樓這邊下來 它這邊算是你一個 Bonus room的空間 如果兩個人都在工作的話 這邊就可以是你的書房 在一樓 所以他們起居空間 在二樓 三樓的話 都不會影響到 而且它這個空間 我覺得是滿大的空間 如果你要這裡放一個床的話 我覺得也是成立的 那樓下這邊有一個半套衛浴 那我們就上樓看二樓有什麼吧 二樓這邊有一個半套的衛浴設備 那二樓這個空間 也是你主要的起居空間 它也是做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基本上這裡是你的客廳 然後這裡是你的飯廳 然後廚房就是在這個房子的另外一個角落 那我們有看到這個客廳的空間 其實就是非常適合 家裡如果是有兩個人的話 這個客廳空間已經非常的舒適了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 可以到你二樓陽台的一個Balcony 那像這個廚房的這個位置的設計 我覺得像這一種連排別墅 特別是三層樓的 如果是放在房子的這個邊角的話 其實是可以最大利用 這一個房子的室內空間的 然後我喜歡它這邊 算是有一個倒台的這樣一個設計 所以你這裡有大量面積 可以放你廚房的這些電器雜物 這個廚房的空間我覺得是非常舒適的 以一個兩房的這個房子來講 那在這裡呢 它的洗衣間是在二樓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看 三樓的空間 基本上三樓就是休息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看三樓的兩間套間 右邊這邊是我們的主臥 裡面呢是主臥的衛宜設備 跟右手邊這邊的主臥的步入是B帽間 接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邊的套間 右手邊是步入式的衛帽間 左手邊是它的全套衛宜設備 兩個大的窗戶 你可以享受加州充分的陽光 好 接下來我們看它這邊的二號戶型 它二號戶型就是有三個房間的戶型了 那它樓下呢是有一個客房 在主要的起序空間都在二樓 然後三樓呢就有兩個套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進來呢在樓下這裡 它這個是可以洗澡的這個浴室 然後前面是車庫入口門 然後在另外一邊呢 就是樓下的一個臥室 雖然說它臥室的空間 是的確比較小 但是如果你要找租客 要把樓下出租出去 這樣子的一個設置 其實有很多租客 他們也都是願意接受的 好 那我們上樓看一下 好 那上來呢 它這邊它是一個掛衣間的一個空間 然後過來這裡呢 就是它三廳一體的這個設計 那這個廚房的設計呢 它就是擺在整個起居空間的中間 你們留人讓我知道 你們比較喜歡它是在中間呢 還是在旁邊 我個人像我剛剛講的 我比較喜歡它在房子的中間 這個邊邊的這個角落 比較不浪費空間 那在這一塊就是它飯廳的空間 然後轉過來這裡呢 它這一個戶型也是 洗衣間是在二樓的 它是可以放一個塞白曬的洗衣機 跟烘乾機的空間 像這種三層樓的戶型 可以放這種塞白曬的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plus 然後在這裡呢 就是二樓的客用浴室 然後客廳的空間就是在這個角落 兩面都有開窗 這邊的這個光線呢 都會滿充足的 然後在飯廳那邊也就有開窗 其實這一種雖然是連排別墅 但是現在連排別墅的設計 其實它裡面的光線都不會太差了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二樓的陽台 可以注意透透氣 好 那我們上來三樓之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過道的空間 沒有像一號戶型 一上來就馬上都是房間 那我們先看它側臥的部分 那這兩個都是套間 所以使用度上面的話呢 是可以更靈活 這邊就是它主卧的空間 這個主卧空間 我覺得家裡人口少的話 這也算是非常足夠了 在這裡呢 是它的布魯士衣帽間 那這邊呢 就是它主卧的浴室了 那我有觀察到 這一個社區主卧的馬桶間呢 它都是有開窗的 好 那最後我們去看它這邊的 四號戶型 有四個房間的 Let's go 四號戶型 它是三房 3.5位 加一個小書房 那是1979尺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首先 右邊這邊是 我們一樓的書房 這邊是它的一套全套的衛衣設備 含Shower 好 那我們就上二樓去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二樓 二樓就是它主要的生活空間 那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個跟我們剛剛看的 一號戶型跟二號戶型 這個整個視覺是很不一樣 因為它的的確確在這邊的生活空間 是更開闊的 這一塊是它客廳的空間 那這裡呢 二樓開門出去 外面還有一個小陽台 然後我們走到這邊 這裡通常會做一個半套衛浴 但是像這一種 Condot Townhouse 如果你有一個儲藏空間的話 就會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這邊有一個很深的 這個廚房空間 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從這邊再過來客廳的旁邊 這裡是它飯廳的空間 那整個二樓這裡的起居空間 是做一個開放式的這種空間 這裡廚房放一個中檔 然後這邊L型的這個檯面 那很舒適 而且這邊洗手槽旁邊 我的觀眾都知道 很喜歡這邊是開一個大窗的 那接下來我們上三樓之前呢 這裡有一個二樓客人用的 這個半套衛浴 那現在我們來到三樓 三樓最主要都是房間的空間 那在這個鏡頭的左邊呢 這裡是它主人房的空間 在鏡頭的右手邊這邊 這裡就是兩個側臥 再加上一個公用浴室 那跟剛剛兩個戶型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它的洗衣間是在三樓的 然後是可以放Sight by Sight這種碟式的洗衣機 烘乾淨的 那我們先看這裡 一個是Sight by Sight的兩個次卧 然後你們可以感受到它次卧的空間呢 也的確都比剛剛兩個戶型還來的大一些 它的室內面積1900尺 都是有體現在房間裡面的 然後在次卧旁邊就是一個公用浴室的空間 然後是有帶這個Top 好 然後在走廊的另外一端 就是主人跟小孩可以比較分開的 這邊是它主卧空間 主卧一進來這裡就是你的Walking Closet 你的布露室衣帽間 好 出來呢 這邊就是主卧臥室的空間 然後我要講一點的就是 我知道很多華人他不喜歡這個主卧浴室的門就在床角 這個是在床的側面的 這裡是他主卧的浴室空間 好 那以上就是小鎮的地產團隊 跟你們介紹在Anaheim這邊的連排別墅的戶型 那看完這三個戶型 看完這個社區 我真的覺得非常適合剛入社會的年輕人 兩房的如果是Couple 情侶一起住的話 樓下還有一個office 你辦公的空間 那如果你是買到這種四房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找同事 或者是朋友一起合租 這樣子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那如果你是對這個社區有興趣的話 趕快跟小鎮的團隊聯絡 我的微信電話LINE在這裡 那我們就下個新房見囉 掰掰